首先關心的就是美國參議院十八號 是一致同意通過美臺二十一世紀貿易倡議 首批協定的實施法案 接下來就要遞交總統拜登 簽署後生效 行政長陳建仁就表示 在協定生效之後 將會奠定臺美未來洽談 完整貿易協定的基礎 另外針對前美國總統川普是批評 臺灣搶走了美國的半導體業工作 經理部長王美花回應 臺灣跟美國是最重要的 夥伴關係不是對立關係 美國參議院十八號 繼六月眾議院之後 也一致同意通過美臺二十一世紀 貿易倡議首批協定實施法案 法案正式送出國會後 將遞交美國總統拜登 簽署後生效 行政院長陳建仁表示 本協定生效後 臺美經貿往來將具有法律拘束力 也奠定了未來洽談 完整貿易協定的基礎 臺美貿易首批協定包括關稅行政及貿易 便捷化 良好法治作業 服務業國內規章 反貪腐中小企業等五項議題 但是在野黨立委批評 報告中未見具體效益和損失評估 也沒有關鍵的關稅優惠 臺美是否朝FTA更進一步 還有待商榷 而臺美另一焦點 就是前美國總統川普日前批評 臺灣搶走美國半導體業的工作 經濟部長王美花對此回應 半導體產業的繁榮和進步 是靠多國長年的合作關係 而臺美一直是彼此的重要夥伴 王美花強調 臺灣半導體產業的客戶 主要都是來自美國 這也是為什麼美國非常歡迎 臺積電赴美設廠 雙方密切合作下 才能促成如今半導體業的榮景 記者韓英吳嘉寶台北綜合報導